郭文貴議員 主席 我們的李部長 我們陳社長 社會列席的官員 還有 我們的委員統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 我要請李部長 部長 政黨法提出來 行政院辦 那你願意參加了你多少個人的因素 沒有個人因素 就是行政院的意思 是 行政院是代表我們執政黨的意思 當然 好 然後我現在為什麼會突然問你這個問題 看了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會審的時候當時你覺得對不對 會審 把台灣省會 你老實打 你不要搖頭 很無奈 費省造成今天在行政上面有很多的 今天事實上我們很多問題都是因為當初費省這個決定太長處造成的 這是事實 那因為我們以前省了眼 所以我們也了解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面你就會發覺很多的事情 歷史的因素都是在政治的計較 政治的交量裡面產生 第二個我再問你實際的問題 你現在把五度扣到那麼範圍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行政效率有沒有提升 坦白來講是有一些很多的盲點 稍微盲點 你要把行政運氣的擴大 不是你今天變成說這個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其實沒有釐清 這個鄉鎮有很多鄉變成區 裡面有很多的事情上面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為什麼問你這兩個問題 是 這完全民粹 完全政治人的思想 完全為了霸占自己勝利的範圍 勢力的範圍所做出的一個決定 那我為什麼談到這個問題 等一下要談你後面的 好 好不好 我要請陳處長 請坐請坐 不用站了不用站了 我來講 陳先生你好 所有政黨法裡面 現在早上一聽到現在 大概也大家有共識 但是有三點沒有共識 最重要的一點 也包括部長你要聽 他說不當 違法還有一個什麼 不當違法 還有爭議的處理 那以國民黨這樣的歷史過來 今天你當為一個處長 你在八九十年以前你在 那個 司法部的時候擔當什麼 擔任檢察長 擔任哪裡的檢察長 地區的檢察長還是 九十 民國九十年 以前 以前 啊 以前 以前就宜蘭 宜蘭當檢察長 檢察長 啊九十年到九十八年的時候你當什麼 我當 桃園檢察長 台中檢察長 花蓮高分檢檢察長 還有九九高分檢 有沒有當過總檢察長 還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當過處長 所以現在你如果以這個政黨法 因為你是法務部 你的觀點非常重要 他這裡面所謂也不當 違法 綜藝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跟你講 這個不當 或者有沒有違法 應該透過訴訟程序來認定 那用立法的方式去 去火定 這個我們覺得可能不太適合 另外就是 用行政調查去認定 是不是違法或者不當 可能在法律上的效率是有 所以你認為蘇瓦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如果讓行政機關去調查或處理某些行為 很快就政治力的干預 對不對 有可能 所以你的看法是這樣 好 請回座 謝謝 來 全理部長 我相信啦 政黨的公平競爭非常的重要 是 那剛剛我談到你會審 跟五度的擴大裡面 我想 那當初的民粹 當初反而政治的較量的一個結果 那今天的一個政黨法提出來 那民進黨一直在講反對啦 罵國民黨啊怎麼樣 那我覺得像看這種事情的說 不要罵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有時候你在中國大陸 他說你台灣怎麼經濟成長那麼快 都是你蔣介石把我們黃金搬走 害我們大陸很窮 你們台灣很有錢 因為黃金搬過來 所以我們看這個就是想 現在看以前的歷史 但是我又要把歷史接近一個回來 那我有時候在想了一個問題 民進黨跟台年的導師李登輝總統 當國民黨主席 大家說他最有魄力最輕人 當時為什麼不把國民黨清算掉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歷史的包袱 跟他沉重的負擔 那現在談到這個慰問君 年終的慰問君 我舉幾個例子跟你去想 狼的選擇安捏嘛 那從國民黨時代 那你民進黨的號稱我是社會公平真理 當初你們當任的八點 我為什麼不敢把他廢掉 那現在這個問題 到現在發生了 要採取把他廢掉 每天在罵 我說有什麼好罵 這個就是歷史的工業 他有責任 國民黨有責任 民進黨也有責任 所以我講 不要去民粹 再來 所以 在處於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要同理心 那如今所有我們這個政黨法裡面 容量會爭議 在這邊一直解決不下的話 就是對於不當 違法 爭議 要如何來一個公平的一個看待 那請問部長 您的看法是怎樣 對民政黨 要成立政黨財產調查 去處理的委員會情形 您看法怎麼樣 這個我們基本上不同意 這應該是司法的事情 我認為啊 我們國民黨的自己行政單位 主權單位 如果真的違反 所謂違反就是 當時啊 國家的財產把它拿來 當我們國民黨的財產 或是強占民間的財產 當為自己的財產 這個一定要違反 但是我一直強調 這裡面的歷史因素存在很多 我都擠了這樣子 啊 你們換給民進黨去想一想 同理心來比較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黨產 今天如果真的要解決問題 我覺得大家要同理心 要寬容 要互相的諒解 互退一步 所以在處理國民黨黨產裡面 有誰去買國民黨黨產 民進黨就攻擊他跟財團的掛鍋 害有真的要去解決 買黨產也不敢去買 啊國民黨被壓了也不敢更 所以我說今天能把政黨法拿出來 行政院的版本 我對你稱讚 有魄力 啊不曉是你的魄力還是 行政院的魄力還是 國民黨的魄力 執政團隊的魄力吧 執政團隊 表示都認同 好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 今天覺得這個問題要去解決 我們就要真的面對現實 那我把它整個看了一下 大概只有一點你要去注意了 而且這個法案一定會一直打在這邊 就是啊 政黨不當爭議及違反 取得財產之處理 或是我納入民進黨的規範 但是民進黨一直要求成立 政黨及財產調查去處理 的委員會 但是國民黨一直不同意 但是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有拿出來的一條 說啊 噢 本無法實行後 兩年內將 股份出資轉讓 借其無法轉讓 或轉讓條件 不合理 應以六個月 信託給 信託業者 但是我今天發覺到 民進黨說你們已經信託了嗎 啊要信託那麼久 啊為什麼賣不去這些 其實今天要討論 要把兩黨的秘司長都找過來 讓我們了解他們真的在講什麼 另外有一點 我看只有這個問題 一個 是處理調查委員會 一個就是這個 其他的兩個 那個政黨啊什麼印刷雜誌 那小事啦 那貪了不是多少錢 那是每個政黨在運作他的手段 政治的手段 這個不要去計較 至於小黨那個門見門檻的時候 是立法院在決議的 有三五整個這樣 大家可以調整 有好事也有好事 如果你今天要把這個法案通過 你有沒有什麼解套的辦法 關於這一點 他說 兩年如果沒有轉讓 還沒有轉讓出去的話 或是轉讓條件不合理 兩年之內沒有完成 六個月要信託 我想這個是 其實在這一塊 我們跟民進黨的版本 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一塊再一次 這一塊其實民進黨 民進黨跟我們有不一致 跟省政黨版本沒有不一致 在這一塊大家的看法是一樣的 只是說在這個 所以要不要成立一個 調查委員會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 我們在這個 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沒有這一個 民進黨的版本有這一個 其他的其實 這個區別性不大 他說他只有成立那個 這東西 這大家要講 這個是選議員的民粹 沒那麼嚴重 歷史的因素 歷史的背景 情節整個都夾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 確實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委員 大家要好好溝通 在清算以前 在用這個 來那個 鬥爭的時候 我覺得對民主發展很不好 但是這一句話 也跟民進黨的委員同事 委員朋友 跟國民黨講 共產黨有一個內部報告 他們內部報告 他說共產黨不怕國民黨 所以黨產我們真的要很好處理 他說國民黨是穿皮鞋的 西張比頂在打仗 民進黨是穿布鞋的 跟他們早期共產黨一樣 這種才恐怖 所以黨產我希望這個能真的順利通過 那民進黨在這樣規範 再去追究以前 誰不當 誰在執政的時候都一樣 都會這麼做 沒說話 看的歷史我們都曉得 在危機的時候 絕對採取危機的手段 那我們也期盼 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們立委確實能好好溝通 把這次政黨法 把它通過去 民進黨也不要太囂張 你也留一點如果給國民黨 還有太多 因為我們都看了很多 那選舉一到 就拿這個來給你練 說我們很有錢 實在選得很難 我剛剛有幾個說 你選一個立委多少 怎麼樣的情形 其實大家彼此心思肚明 要解決問題 我說部長 發揮你協調的功能 大家彼此讓一步 我相信這個法案通過 台灣的民主爭助 會走得越來越順暢 會更來越清明 謝謝 好謝謝職 Harald 謝謝職onte